细长的干面上 铺上满满一层肉灶跟皮蛋 让人看了食指大洞 台北市这间连锁面店主打的皮蛋干面 深受不少掏客喜爱 即使过了中午用餐时段 依旧有顾客前来用餐或是外带 但现在却传出食安疑虑 演员周雨柔24号在IG限动写下 前一天到附近很有名的面店用餐 结果回来后狂拉肚子 以示是食物中毒 一度到诊所就医 让他惊讶的是一查店家评论发现 之前有好几次顾客吃到肠胃炎 其中共同点都是吃了皮蛋干面 我之前吃的话就是大概 可能一个礼拜会吃个两次吧 是没有说吃到觉得不舒服或怎么样 他们开门多久都吃到现在了 因为我都吃他们都到那边 都是还蛮好的 多年老顾客表示 不曾用餐后到身体不适 但明示新闻独家掌握 4月23号晚间周雨柔在这间面店 除了点了皮蛋干面 还有高丽菜水饺 烫心菜 烟熏豆皮 和味噌淡花汤等一共五样餐点 如今线路食安宜云 时间曝光后 26号上午台北市卫生局前往击茶 现场查获食品业者登陆平台会更新 作业场所及用餐场所酱料 淡品及锅具放置于地面 用餐场所酱料与清洁用品为区隔放置 作业区台面及柜台区东西放置杂乱 冰箱内食材未覆盖及夹子 置于菜篮内等卫生缺失 以限期4月28日前改善玩具 当市店家回应 目前没有接到客人反应 也上不清楚客人体质状况 若有其他更进一步的问题 也会负担就医费用协助顾客 26号下午周雨柔也更新近况 谈言现在身体好多了 希望外界都能更注意食安问题 至于是不是食物中毒 人带卫生局调查厘清 明镜新闻才好奇谈就好 台北报道